第七集 攀子连开了三枪 每一枪都打在他的脚印上 那老头子也算机灵 一看对方拿他玩呢 知道跑不掉了 一个扑通就跪倒在地 我们跑下坡 那老头子给我们磕头 大爷爷饶命啊 我老汉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打几位爷爷的主意 没想到几位爷爷神仙一样的人物 这次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的 说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三叔问他 怎么 我看你这中气十足的 你什么东西没办法啊 实话不瞒您说呀 我这身子真的有病 您别看我 这好像很硬了 其实我每天都得吃好几副药的 你看 我这不打水去煎药吗 他指了指一边的水桶 我来问你 你这老鬼 怎么就在那洞里 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我说出来几位爷爷就不杀我吗 那老鬼看着我吗 放心 现在是法治社会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是 是是是是 我坦白 我坦白 哎呀 其实啊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们别看那洞啊 好像就一根直洞 其实洞顶上有不少窟窿 那些窟窿都打得很严密 要不是你存心去找啊 根本发现不了 我就撑几位不注意的时候 站起来钻到窟窿里去了 等你们船一走 我再出来 那驴蛋的听见我的哨子 就会拉一只木盆过来 我就这样出去 事成之后 那船公卢老二 就会把我那份给我 其实我拿的也不多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哦 对了 卢老二呢 想必也栽在几位爷手里了吧 潘子做了杀头的手势 已经送他报到了 那老头子先是一呆 然后一拍大腿 哎呀 死得好啊 其实我也不想干那事情 那卢老二说 如果我不干就连我一起做了 各位 你看我也是没办法 您就放过我吧 你少来这套 你住什么地方啊 怎么在这里打水啊 我住在那里头 老头子指指边上一个山洞 你看 我一个老头子又没田地 我儿子又死得早 又没房子住 现在也就是等死了 哎 可怜呐 那你对这一代很熟悉咯 正好 要我们放过你也可以 你得带我们去个地方 三叔一指那森林 老头子顿时就吓得脸色一变呐 哎呦我的爷爷 感情你们是来盗斗的呀 盗斗 那斗你们可不能盗啊 那里面有妖怪呀 我一听就知道有戏 这老头子肯定知道什么 三叔就问他 怎么 你见过 哎呦 前几年呐 我也带一队人去那里 说是去考古 我一看 那就是去盗斗的 但是这帮家伙和其他人不同 我以前见到的那些小毛贼呀 都是看木就盗 那一批人呢 不瞒你们说 那气度 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物 他们边上这些木 连看都不看 就直说要进这山沟沟里面 那时候我们村里就我一个人去过那地方 那些人阔气得很啊 一下子就给了我十张大票子 我看到这钱就不争气了 带他们进了这林子 一直走 走到我以前到过的那地方 他们还要往前走 我就不肯了 我说你十张大票子也不能买我的命啊 他们就说呀 再给我十张 我说再给我一百张我也不干呢 他们那头头就翻脸了 拿枪顶着我的头 我没办法呀 只好再带他们往里头走 他挠了挠头 继续又说 后来他们就说到地方了 这些人乐的呀 然后就在那里鼓到什么东西了 说什么就在这下面 那天晚上我就喝多了 我们就找个地方扎帐篷 我睡下去就一点知觉都没了 可等我醒来一看呢 你猜怎么的 这些人全不见了 东西都还在 火还没吸呢 我就害怕呀 就到处叫啊 可是叫了半天也没人理我 我就觉得出事了 心想反正他们也不在 我就溜吧 于是撒腿就跑啊 那老头子好像回忆起 看到什么恐怖的景象一样 眯起了眼睛 才跑了没几步啊 我就听到有人叫啊 我头一回 看见一个他们队里的女的 在朝我招手呢 我正想骂呢 怎么一大早就跑得一个人都没了 突然我就看见 在他身后有一棵大树 张牙舞爪的 往树上一看呢 哎呀 还了得 我看见这树上密密麻麻的 丢满了死人 眼珠子都爆了出来 我吓得尿都出来了 跑了一天一夜才跑回村里 您说这肯定是个树妖啊 要不是老汉我从小吃石心肉长大的 我肯定也被这妖怪勾了魂魄呀 三叔叹了口气 你果然也是个吃石心肉的 然后他挥了挥手 盘子会意的把这老家伙绑起来 有他带路 我们能省很多事情 这老头子一百个不愿意 也没有办法 按他的说法 到他说的那个地方要一天时间 大魁在前面开路 我们加快了角城 边走边看地图 希望凭着地图和那老头子的记忆 能在天黑前赶到那里 我们走了有半天的时间 一开始还能说话 后来就觉得怎么满眼的绿色绿的 眼睛都发花了 人不停地打哈欠 只想睡觉 突然那老头子停住不走了 盘子骂道 你又玩什么花样啊 老头子看着一边的树丛 声音都发抖了 那那那那是 是是是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转过去一看 只见那草丛里一闪一闪的 竟然是一只手机 那手机应该是刚丢下不久的 我捡起来一看 上面沾着血水就觉得不妙 看样子 这里不止我们一批人呢 好像还有人受伤了 这手机肯定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七星一关 青眼不湿 九头舍百 接下来 他们还会遇到什么呢 请继续收听一路听天下独家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盗墓笔记之七星鲁王宫 我打开手机的电话本 看到里面有几个号码都是国外的电话 其他就什么信息都没有了 三叔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可能去找他们 还是赶路要紧 我看了看四周 也没有什么线索 只好开路继续走 但是在这荒郊野外 看到一只这么现代化的东西 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就问那老头子 除了我们 最近还有人进过这林子吗 那老头子喝喝一笑 两个星期前有一拨人 大概十几个 到现在还没出来呢 这地方凶险着呢 几位爷爷 咱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呀 大魁说 不就是个妖怪吗 告诉你 我们这位小爷爷 连千年的僵尸 都要给他磕头呢 有他在 什么妖魔鬼怪的 都不在话下 对不 他问闷油瓶 闷油瓶一点反应也没有 好像根本当他是空气一样 大魁碰了个钉子 很不爽 但也没办法 我们闷头走到天昏地暗 下午四点不到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看到十几只几乎还完好的军用帐篷 这种帐篷质量非常好 虽然现在上面落满了腐烂的落叶 但里面还是非常的干燥和干净 帐篷里有不少生活用品 我们随便翻了翻 有很多零散的装备 没有人的尸体 那老头子应该没说谎 我们甚至找到了一支发电机和几桶汽油 发电机用油布包着 不过大部分的零件都烂得不成样子了 胖魁试着发动一下 结果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过汽油还OK 我翻了一下 发现所有的东西上都被撕掉了标签 连帐篷和他们背包上的商标都没有 心说奇怪 看样子这些人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在这营地里生了火 简单的吃了一顿晚饭 那老头子一边吃 还一边警惕的看着四周 生怕妖怪突然冲出来 把他也给吊死 那压缩食品的味道实在是不好 我几乎就是喝了几口水 闷油瓶一边吃一边看着地图 他指了指地图上 一个画了那狐狸怪脸的地方 现在我们肯定是在这里 我们全部都凑过去 他接着说 这里是祭祀的地方 下面应该是祭祀台 陪葬的祭祀品 可能就在这下面 三叔蹲在地上 抓起一把土 放在鼻子下 闻了闻 摇了摇头 又走了几步 又抓了一把 埋得太深了 得下几铲子看看 我们把罗文钢管接起来 把铲头接上 三叔用脚在地上踩出几个印子 示意这里就是下铲的位置 大葵先把铲头固定 然后用短饼锤子开始下铲 三叔就把一只手搭在钢管上 感觉下面的情况 一共敲上十三节的时候 三叔突然说 有了 我们把铲子一节一节往上拔 最后一把带出来一拨土 大葵卸下铲头 走到火堆边上给我们看 我和三叔一看 脸同时都白了 就连闷油瓶也啊了一声 原来那土 就像是在血里浸过一样 正滴着鲜血一样的液体 三叔拿到鼻子前一纹 皱了皱眉头 我和三叔都看过关于血湿的记载 但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 从我爷爷的笔记里 也无法准确地推断出来 不过既然泥里边带血 那下面的木肯定是非同小可 我看着三叔 想看他怎么决定 他想了想 点上一支烟 不管怎么样 先挖开来再说 一边攀子和大葵没有停下手 大葵又下了几产 然后把铲头都拿给三叔 三叔每个铲头都闻了一下 用泥刀开始在地上 把那些铲洞连起来 我看他们忙活着定位 一会儿的功夫 地上就画出了古墓的大概轮廓 探学定位是土夫子的基本功 一般来说 上面什么样子 下面的墓肯定就是这个样子的 很少有土夫子会弄错的 但是我看着这个轮廓 就觉得不对劲 大部分的战国墓是没有地宫的 可是这个下面明显有 而且还是砖顶 这真是太不寻常了 三叔用手指丈量 最后把棺材的位置基本确定了下来 下面就是砖顶 我铲头打不下去 只能凭经验 标个大致的位置 这地宫太古怪了 我不知道那里的砖保护 只能按照宋木的经验 先从后墙打进去看看 如果不行还要重来 所以手脚要快一点 我三叔他们打了十几年的倒洞 速度极快 三把旋风铲子上下翻飞 一下子就下去了七八米 因为这是在荒郊野外 也没必要做土 我们就直接把泥翻到外边 不一会儿 大葵在下面叫道 搞定 大葵已经把倒洞的下面挖得很大 并且清理出一大面的砖墙 我们打上矿灯 下到里面 闷游瓶看到大葵在拿手敲墙砖 忙把他按住了 什么都别碰 那闷游瓶眼神极其的锐利 吓得大葵一跳 他自己伸出两根手指放在那墙上面 沿着这砖缝摸起来 摸了很久才停下来 这里面有防盗的夹层 搬的时候 所有的砖头都要往外拿 不能往里推 更不能砸 攀子摸了摸墙 怎么可能连条缝都没有呢 怎么可能把这些砖头夹出来呢 闷游瓶自顾自的 他摸到一块砖 突然发力 竟然把砖头从墙壁里给拉了出来 这土砖是何等的结实 光靠两根手指 要把一块砖从墙里拔出来 不知道要多大的力量 这两根手指 真的是非同小可 他把砖头 小心地放在地上 指了指 砖到后面 我们看到 那后面有一面暗红色的蜡墙 这墙里 全是炼丹时候用的凡酸 如果一打破 这些有机酸会瞬间浇在我们身上 马上烧得连皮都没有 我咽了口唾沫 突然间想起了 爷爷看到的那只霉皮的怪物 心里非常震惊 难道那不是血尸 而是被浇了凡酸的太爷爷吗 那爷爷那几枪 岂不是打在了太爷爷的身上吗 焖油瓶 让胖魁往下面又挖了个五米的直颈 然后从自己的背包里 拿出一只注射的针头 和一条塑料管子 他把管子连上针头 然后把另一端放进了那深坑里 潘子打起火折子 把那针头烧红了 焖油瓶小心翼翼地插进了腊墙里 马上红色的繁酸便从管子的那一头 流进了直颈里去 很快暗红色的腊墙就变成了白色 看样子里面的东西已经全部流光了 焖油瓶点了点头 行了 我们马上开始搬砖 很快就在墙上搬出了个 能让一个人通过的洞 三叔往洞里丢了个火折子 借着火光观察了一下里面的环境 我们从墓的北面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